编者案本文为头条原创独家首发 请勿抄袭转载 前言 在全球富裕的角落 中东地区以其令人瞩目的财富和奢华生活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这片土地上金沙遍地石油丰饶 汇聚了一群身披华贵手握巨额财富的人群 然而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 道德和人权似乎与财富并不总是成正比 一、财富的展示与奢华生活 中东地区的迪拜以其富裕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 这里的豪华不仅体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天际线和无边无际的购物中心上 还体现在其展示财富的独特方式上 迪拜的警车队伍中充斥着价值连城的超级跑车 如宾利欧路GT、布加迪威龙和阿斯顿马丁万七七等 这些车型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只能在最顶级的赛车活动中一堵风采 但在迪拜他们却成为了维持城市秩序的一部分 此外中东的富豪们展示财富的方式也体现在他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上 沙特王子瓦利德就手握着高达300亿美元的资产 并拥有一架世界上最大的A380私人飞机 这架飞机内部装潢豪华无比 拥有客房、水族馆、电影院、音乐厅、健身房和餐厅等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对极致奢华的追求 让世人见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富有 同时中东的富豪们也以其独特的宠物而著称 他们饲养着老虎、豹子、狮子等野生动物作为宠物 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这些危险的动物需要大量的投入和精心的照料 但对于中东的富豪们来说 这只是展示他们无尽财富的另一种方式 更令人感到震撼的是 中东地区的一些富人甚至会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不惜花费巨资购买名表、珠宝和艺术品 他们将这些价值连城的物品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以此来彰显他们的富有和权利 在这片金沙遍地的土地上 财富和奢华成为了衡量成功和地位的重要标准 而中东地区的富豪们 则以他们独特且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财富 引领着一种极具争议的奢侈生活方式 二、道德观念与人性的玩弄 在中东富豪的世界中 金钱似乎成为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用以考验和玩弄人性 有关中东土豪用巨额财富 为自己购买波兰和乌克兰的女性作为玩物的报道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 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女性的人权和尊严 还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深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乌克兰和波兰的女性 以其独特的美丽和深邃的眼眸赢得了中东土豪的青睐 她们的美貌和身材成为了这些富豪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这些土豪用金钱将这些女性从她们的家园中购买出来 将她们视为自己的财产和玩物 任意摆布 这种将人视为商品的行为不仅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也是对人性的极大亵渎 这种对女性的买卖行为 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深刻的性别歧视和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 在这些富豪的眼中 女性被剥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 被视为一种可以用金钱衡量和交易的物品 这种对女性价值的歪曲认识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加深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次要地位 同时这种买卖人口的行为还与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紧密相连 许多乌克兰和波兰的年轻女性 由于家庭贫困和缺乏生活机会 成为了这种人口贩卖活动的易受害群体 他们被金钱的诱惑所吸引 被虚假的承诺所蒙蔽 最终陷入了无尽的苦难和奴役之中 这一切都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金钱的力量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的差距 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无论性别国籍或财富如何 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为创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人性的世界而努力 三、人权问题与社会责任 在至金钱制上权力横行的现实背景下 中东土豪们的行为触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权 尊严和平等的深切反思 这场反思不仅仅局限于质疑这些土豪无底线的道德观念 更深层次的是对于整个社会系统 文化价值观以及国际法律框架的反思 这种将女性当作玩物的行为 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深深根植于心的权力与控制欲望上 这种欲望超越了道德与人性 成为一种对弱势群体施加压迫的手段 这不仅体现了个人道德的堕落 更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文化观念 即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社会结构 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自由与发展 还进一步加深了性别不平等与歧视 国际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也反映了现代文明对人权 尊严和平等的追求 这些基本人权不应该因为金钱 权力或者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 自由和尊严的权利 对此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 以确保这些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 这种对女性的剥削和贩卖行为更是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法律漏洞和执行不利 国际法律应该明确禁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对违法者进行严惩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加强合作 以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和政策 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公平、正义和尊严的环境中生活 中东土豪将女性视为玩物的行为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法律问题 全球社会需要联合起来 通过法律、教育和文化改革 来确保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 打造一个真正平等 公正和人道的世界 结语 中东地区的财富 道德观念和人权问题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交织网络 这里既有令人羡慕的财富和奢华生活 也有令人痛心的道德沦丧和人权侵犯 作为全球公民 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片土地上的财富和奢华 更应该关注这里的道德和人权问题 我们应该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 努力推动全球的道德进步和人权保护 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 平等和人道的世界而努力 留言参与讨论 关注 带您更加清楚的了解财经知识